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别样的相亲会 大学毕业的狗蛋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里 刚进门就有一个虚拟的管家小美照顾饮食起居 这个女孩并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有些失望 做饭时小美会在一旁指导 喝咖啡想要多加一勺糖都不行 狗蛋出去面试,但每次都是希望而去,失望而归 这天她一大早就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自我介绍 小美听见后帮她改掉一些不合适的话语 经过小美的改造,铁柱也很满意这次的自我介绍 她向小美许诺,如果找到工作就请她喝咖啡 面试回家后,她紧张地等待着公司的回复 小美收到邮件后念给铁柱听 她满怀期待,但还是没被录用 小美建议她不要把自己的起点订得太高 可以先找一个比自己现在目标低一点的公司 但铁柱一根筋,觉得这样是在贬低自己 她很生气地把气撒在了小美身上 随后让小美消失 家里突然变得安静了,她反而有些不习惯 冷静下来想想人家说的也有道理 自尊不能当饭吃 像一家小公司投敌简历,很顺利地就被录取了 她很开心,自己终于有了工作 虽然小美不在了,但她还是遵守诺言,冲了两杯咖啡 惊喜的是小美回来了,铁柱很开心地去拥抱她 但她不是真实的人抱不住 小美说自己想要看樱花,让铁柱帮她拍一些照片回来 在去的路上下雨了,没带伞的铁柱跑到亭子里避雨 在这里她遇见了一个和管家小美一模一样的女子 她愣住了,而这个女子看见铁柱也是一样的惊讶 原来她和铁柱同在一个宿舍大楼里面住着 而这个女孩的管家竟然和铁柱长得一模一样 女孩因为失恋喝多了就骂铁柱 管家铁柱消失不见,酒醒后她意识到这件事和管家铁柱没有关系 管家看到她的自私就原谅她回来了 回来后的管家铁柱说出了同样的要求,想要看樱花 就这样两人邂逅了,一见钟情 但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人的管家 会在同一天让他们给自己拍樱花的照片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国家提供的一项相亲服务 可以让两人了解到彼此最真实的一面 如果正有这样的宿舍,你们想去住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说出你们的想法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